哈喽大家好,我是楊勇仙荣 今天咱们来说说打开天眼的最关键的一步 那也有好多小伙伴在线下给我留言 说就是当今这个世界就有好多事情自己看不透 就是看着好多人都去做,对吧 但是自己心里还存在有好多的疑虑 不知道如果自己也就做了这个事情 会不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不良的后果 对吧,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不知道,看不明白,看不透 还有小伙伴就说,哎呀,这个父母被逼婚呀 对吧,怎么办呀,到底怎么解决这个事 就是自己就很不明白 那今天这一期听完 我们好多小伙伴这些心结啊 这些问题就都打开了 所以一定要没有订阅的小伙伴抓紧时间订阅 并且点击小铃铛 以便继续收到我最新的更新 那首先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事情 就是要我们要静下来 因为要让我们的心静下来 也就是说只有我们的心 就是有一句话叫明心见性 就是说当我们的心明敞亮的时候 我们就能看见各种万物的本性 其实这个事情是说看到自己的本性 其实它也指万物的本性 能看到万物的本来的面貌 你就知道了 举个例子啊 你说现在这个互联网上 就是现在大家想要了解什么信息 对吧 就上网 上网搜啊 对吧 搜索信息 举个例子啊 你说这个小孩 小baby就哭了 你说你是报还是不报 让上网搜一搜 这一搜不要紧 有的说你要立刻得报呀 你要不报 他没有安全感以后长大了 对吧 有的那就说你签不能报啊 你报了以后啊 这个小孩啊 过度依赖 以后没有独立心 所以啊 就让人啊 就很苦恼 到底是报还是不报啊 是吧 所以现在就是发现 好多好多的这个小伙伴 就是吃饭 睡觉 养孩子啊 通通都得搜一搜 感觉说不搜啊 就自己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啊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心不明啊 自己的心不明 心不静 所以就看不到这个事情的 本质啊 所以就不知道自己 到底应该怎么做 不知道到底应该听谁的 对吧 那怎么能够做到 让自己的心明亮啊 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其实之前的前三期 我分别跟大家讲了 这个人性啊 人性 然后就是内外风水啊 关于我们的家居啊 环境 还有就是上一期的 《皇帝内经》 所有所有这些期的 这个内容的目的啊 都是围绕着一个 就是为让大家有一个 更好的环境 让大家能够静下来 对吧 你看人性 对吧 人性好多小 为什么静不下来 每天各种各样的情绪升起 就是因为你每天 就是这个社会啊 你要面对各种 形形色色的人 哎 你驾驶不了这个人性啊 你就被这些人性啊 搅得心神不宁 对吧 然后就是内外风水 你居住的这个环境不好 你的气啊 老是散得太厉害 太吵杂 啊 然后太多的这些 堆了太多的这些别人的垃圾 就会让你啊 心烦意乱啊 没有办法静下来 它就是上期的这个《皇帝内经》 我们的身体啊 之前说过身体就像一个 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一样 我们所有的这些能量的 这个能量 这个练就我们的能量啊 为什么我们以后能够摆脱生死啊 我们的能量哪里来啊 对吧 怎么能让自己过得更好 让自己身体更健康啊 我们得有一个好的炼丹炉 哎 这个炼丹炉要好了 我们炼的这个单啊 就是精致的 就是好的 你说你一个破炉子 能炼出好单了吗 对吧 所以啊 这个身体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 身体健康了啊 七情六欲 各方面都不会影响到我们 我们的五脏六腑啊 就能健康啊 这样的话 我们的元神啊 就能更好的控制 我们的实神就不会惹出更多的事情啊 来干扰我们的元神 我们知道这个实神啊 就是我们平时啊 日常生活中 我们所养成的这些习惯啊 我们的这些意识啊 对吧 然后我们的元神啊 就是静的 就是跟宇宙大能啊 合一的 我们宇宙大能刷 来到我们的身体啊 就是我们的灵魂 来了以后 哎 被这个身体啊 老是支配着 被这个七情六欲啊 搅的就是心神不宁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 一定要让我们的元神来做主导 那为什么我们要静心啊 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更好的聚集能量啊 我们知道我们的元气呢 是洗净的 那跟宇宙大能啊 它是属于同一频率 哎 只有当我们元神站主导地位的时候 我们就能打开 然后宇宙的这些能量啊 就会源源不断的进入到我们的体内 所以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 为什么我想这个小伙伴说 哎呀 怎么打坐冥想的时候很难入定啊 就是因为我们体内的能量啊 就是元气不够啊 当我们元气不足的时候啊 就像是一个不满的瓶子啊 一个半瓶子的水啊 因为它有足够的空间啊 让这个水晃来晃去啊 所以你就很难达到这个静的状态 但是呢一旦我们让体内的这个能量啊 元气都充足的时候 它就没有办法流动了 它就是一个饱和的了 哎 所以我们就可以处在一个非常静的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可以做到明心见性啊 这个时候我们的天眼就是打开的状态 比如说我们无论这个世间发生任何的事情啊 别人再怎么样啊 再去做这样事情 再那样事情 再怎么样干扰我们的这个心境啊 我们都不会被他们干扰 因为我们有一颗明亮的 有一颗敞亮的心明亮的眼睛 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 就是明心见性的故事 说之前啊 就是在二战时期啊 就是有一个电讯公司 哎 这个电讯公司呢 它是招聘啊 就是有一些能够破译摩尔斯密电码的人 哎 这个广告打出去之后啊 这一天就啊 这个来了好多的人来应聘啊 然后当这些人呢 这个进了这家电讯公司的 这个应聘的这个接待的地方之后啊 然后有一个主管就出来了 那出来之后呢 就跟他们说啊 你们先坐好啊 坐好都坐这等着啊 一会儿呢 那个房间有一个小门 看到没有 只要你们听到通知啊 就从这个小门里边 哎 进去以后啊 就接受面试就好了 说完啊 这个主管啊 就推开门以后就进去了 然后啊 等这个人走了之后啊 这些人啊 来面试的这些人 哎呀 就在里边叽叽喳喳的说 哎呀 你觉得今天面试什么内容啊 会不会很难啊 有人觉得哎呀 肯定很难 对吧 我们因为要破译 这个德军的密码呀 是吧 肯定啊 简单不了啊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应对啊 在那天 然后就你一言我一语 就在嘻里扎啦的 就在那说个不停 那其实就在这个时候啊 因为它是个电讯公司啊 所以这个电讯公司呢 里边啊 就有非常吵杂的这些啊 这个发电报的声音 就在嗶嗶嗶嗶嗶 嗶嗶嗶嗶嗶嗶 还有打字机的声音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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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电话的声音 до handled 的了 就各种各样的声音 嚼杂 吵杂的 就是循环 循环的没完没了 然后这些人呢 就也顾不上听这些了 就说哎呀 这个电讯公司还挺吵的 然后这些人就在这想啊 怎么样应对 等一下的面试 然后就等啊等啊 然后等了半个小时过去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 就不见有人叫他们的号 怎么也没人叫我们进去面试 这些人正在非常焦急的等待中的时候 突然从楼下又上来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呢 他是刚刚在楼下看到了 外边海报上的一个招聘启示 就上来了 上来之后 然后看到这些人都在这 然后说你们也来应聘啊 这些人对对对 来坐下吧 跟我们一块聊聊 但是呢 只见这个年轻人上来以后 也没加入这些人的行列 只是站在那 然后静静的 这么朝四周啊 这么扫描了一下 这么一打量 然后随时到人家 就静止的走向那个小门 打开小门 进去关上小门 然后差不多过了五分钟 只见刚才那个主管 就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之前 哎 就是说你们听到 让你们这个面试的消息 就进去的那个主管啊 带着这个年轻人就出来了 说行了 你们都可以回去了啊 这个年轻人啊 我们今天已经录用了 哎 这些人听完以后啊 就非常诧异啊 就什么情况 我们在这等了这么久 也没人叫我们啊 为什么要录用他 是不是他有关系啊 你跟我们说个明白 然后啊 这个主管就说 哎 你们现在啊 都别说话 你们现在啊 让自己都静下来 静静的听一听 现在到底是个什么声音 啊 这个时候啊 所有人才静下心来 然后仔细的一听 哇 原来刚才他们听到的那些草杂的 发电报的声音 啊 这个电话铃的声音 打字机的声音 原来啊 就是一个组合的 这个摩尔斯密码啊 就是在循环呢 反反复复的告诉他们 如果你听到 听懂了这条信息 请打开小门 进来接受面试 看见没有 人家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 但是这些人的心 他不静啊 都在这慌啊 躁啊 对吧 想着一份面试 什么问题啊 对吧 但是呢 刚上来那个年轻人 因为人家心够静啊 没有加入他们的这种行列 所以人家的这个心啊 是明的 所以人家明心见性啊 心是敞亮的 就能很好的 接收到当时的这个真正的信息 啊 所以可见啊 就是时刻保持一颗啊 敞亮的 就是静静的心啊 是多么的重要 那再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 也是明心见性的一个故事 说在一个木工厂啊 有这么一个木匠 带着一些徒弟啊 就在这做这个木工活 啊 然后做做做 然后这个 因为要不停的 这个炮制这个木头啊 所以这个地下的这个爆花呀 就已经堆了 堆如山啊 就堆了一米多高 然后谁知道这个领班的这个木匠 然后就带着他们坐啊 坐啊 然后这一手这么一甩啊 然后手上一个手表 刷一样给甩飞了啊 甩到这个爆花堆里去 哎 然后他这个时候啊 就赶紧停下手中的活啊 因为好不容易花了好多钱买的这个手表啊 然后就带着这些徒弟说行了行了 停下活啊 我们一块来找找手表吧 然后找找找 哎呀 怎么找 哎呀 越着急是越找不到啊 这个时候啊 天也开始慢慢黑了啊 因为他们下午这个掉这个手表的时候都是傍晚 这个天快黑的时候了 然后少了半天也没找到啊 这个时候这个吃晚饭的这个铃声就响了啊 说哎呀 算了别找了啊 明天天亮了再说吧 吃晚饭去吧 能不能找到那么多爆花 对吧 满满堆了一个屋 然后啊 这些人就吃晚饭去了 但是呢 这个吃完晚饭回来之后啊 哎 发现这个木匠 这个领头的这个领班啊 他儿子啊 手里拿着这个表在那甩来甩去 说哎 爸爸你看 我给你找着了 哎 所有这些人都很吃惊啊 说我刚才这十几个人都巴了半天都没找着 你一个小孩子怎么我们吃饭的这十几分钟的时间 你怎么就找到了啊 你用的什么方法呀 这个小孩啊 一句话就惊醒他们啊 就说因为啊 你们啊 刚才在这儿 你一言我一语的 急着找这个表的太吵了 对吧 但是等你们都走了之后啊 这个房间就变得非常的近啊 非常的安静 就剩我一个人了 虽然啊 天已经黑了啊 也没有灯 也没有什么的 我就摸着壳啊 我也没有右眼睛啊 我就听那个表的声音啊 叫那个秒针 看见没有 哎 所以就是我们的心啊 只要是静下来 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别人认为一件很复杂的事情 我们就会轻而易举的举手 我们就把这个事情给做了 所以这就是明心见性 所以其实到我们的心明 这个心明了心静了之后 我们不只是 就是可以别人看不到的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真理 别人做不到的我们可以做到 就是同时这个世界 有好多的大门 也向我们打开 并且当我们的心 静到一定的程度 我们就可以做 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境界 就达到一种以天合天的境界 以天合天什么意思 就是无论我们做任何的事情 做任何的事情 你都可以非常的成功 再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呢 发生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 说当时有一个普通的木匠 又出来一个木匠 我今天捅了木匠窝了 又是一个木匠 这个木匠呢 然后这一次他接了一个朝廷的活 这个朝廷呢 让他做一个就是祭祀的时候 祭天的时候 也需要挂钟的这么一个架子 然后呢 这个木匠就说 那就做呗 对吧 最后做完以后 哎呀 那上面的这个鸟兽 做出来的这个做工啊 简直就是栩栩如生 哎呀 这些人看了以后 都赞不绝口 好多人就围着看 哎呀 这个太精致了 这绝对是祖传的祖传的秘籍啊 是吧 这个木匠了不起啊 然后这些人啊 就口口相传 这一传啊 就传到了当时啊 鲁国的国王那里去了 哎 他竟然有这么厉害的这个奇才 是吧 给我宣上来 我要见见他 然后啊 就把这个木匠啊 给带到这个鲁国公那里去了 然后这个鲁国的国王啊 就说啊 你来说说啊 你到底啊 这个祖传多少代的本事啊 怎么这么厉害啊 然后这个木匠啊 他的名字叫子庆啊 这个木匠子庆啊 就说啊 启奏大王啊 其实草民啊 没什么本事啊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木匠啊 只不过我做这个工的时候啊 我在做这个工之前啊 我只是灾芥 我就是我做任何事情之前啊 我都灾芥七日啊 灾芥七天 然后啊 我再来开始做这个事情啊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前三天啊 我先把所有这个 我之后要做完这个东西啊 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啊 我先把它忘掉 啊 就做完之后 我能挣多少钱啊 啊 能给我带来多少好处啊 对吧 所有这些东西 我通通忘记 哎就不要去想这些事情 然后之后啊 再到了第五天 摘芥到第五天的时候啊 我就忘记了 如果我做好这个东西 如果很成功的话 对吧 会给我带来什么名誉啊 给我带来什么地位啊 对吧 我忘记它 如果我这个东西做的不好啊 人们会怎么评价我呀 会怎么贬低我呀 我通通啊 这个全部放下啊 就这些事情我也不去想了 然后这个时候啊 还不行 哎呀 我还要继续摘芥 然后一直到了第七天 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啊 我忘记了我的四肢 忘记了我的形体啊 甚至我忘记了我是谁啊 忘记了是谁让我来做这个活啊 一定就是是不是是朝廷让我做 还是我自己要做通通忘记啊 因为如果我想着 这个这个活我是为朝廷做的 哎呀 我就会担心啊 万一我做不好 朝廷要治我的罪怎么办呀 对吧 所以我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啊 就出来了 所以到了第七天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我通通忘记啊 就达到这种忘我的境地啊 所以整个的这七天灾界下来啊 就达到忘立忘明忘我 哎 然后当我把所有这些 全部抛之脑后的时候 不觉得哎 行了 然后啊我就拿起我的行头 哎 开始晃晃悠悠的进山了 进山之后啊 我就看啊 其实我什么都不做 其实我做一件事情啊 真的是花不了我多少的力气 花不了我多少的心智啊 因为我进山之后啊 我就是逛逛悠悠随便看看啊 也不做什么 什么思考 我就看看我在想啊 我要做一个这个架子 对吧 做成个什么形 做成个鸟 做成个老虎 一个狮子 对吧 然后我就看大棵树长得像个鸟啊 哪棵树长得像个狮子啊 哎 这个跟我想象中的这个比较般配 哎 那个比较像个鸟 对吧 我就直接啊 拿这个斧子啊 啪啪啪 把它给砍下来 直接啊 扛回去 对吧 扛回去以后啊 我稍微打磨打磨 加工加工 刷 它就成型了 哎 所以大家看到的我的做工 都感觉哇 怎么栩栩如生 那么厉害啊 其实我真的是没下多少功夫啊 只不过我是把所有这些东西啊 都不去计较 都抛制在脑后 啊 然后这个东西啊 就自然而然的啊 非常轻松的就生成了啊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以天和天 哎 所以就是天作之美啊 所以就是我们啊 只要顺应万物的规律啊 不要想着我为这个事 为了什么功 为了什么力啊 否则的话 我们什么事也做不好 即使做完了 也不会是什么好的作品啊 因为夹杂了太多太多的这些东西 还有我们只要让自己静下来 不要去求这些东西 我们在打坐的时候 好多小伙伴 为什么达不到入定的状态啊 总是想我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天眼才能开啊 对吧 什么时候才能入定啊 什么时候才能达到 四参八定啊 对吧 老是有这些东西在 我们永远进入不了那种状态的 哎 所以就放轻松 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在一个非常平和 非常忘我的这么一个状态下 忘记名利 忘记自我 坦坦然然的 哎 无所谓的这种态度啊 我们就可以达到气定神弦啊 做什么事啊 都会很好 好了 那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儿 大家应该记得点赞 按订阅并且点击小铃铛里面及时收到我最新的更新 同时在评论区说说自己的感想和心得啊 并且把它转发给你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那么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